从3月日内瓦车展开始,汽车制造业竟向推出新的车型。 英国摩根公司的这款摩根8的原型是75年前最初的设计。 不过2012年新款当然增加了许多新的功能,使原本就被称为最舒适的老爷车的摩根8更受青睐。 这辆八缸汽车重1100公斤,据称是世界上最轻的八缸车。 行驶时加速性能极好,急速可达到每小时249公里。 汽车电气供应商哈曼国际在日内瓦车展上推出新的车内综合娱乐和导航系统。 这款小型林斯比德Rinspeed车上安装了一个大屏幕,还有一个能够捕捉到手的动作的感应器。 这样,开车人只要对感应器挥挥手,就可以控制音响和导航系统,而不必再按键或触摸屏幕。 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车展上,意大利菲亚特公司与奢侈品厂商古奇联合推出的菲亚特500古奇限量版引人注目。 意大利最受推崇的两个品牌合作,代表了精湛工艺和流行风格的完美融合。 欧洲其他汽车厂商也希望以精品打入中国的高端市场。 不过,据称,中国车展上的亮点还要属兰博基尼乌鲁斯。 目前,这款车还只是在概念阶段,在经典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如果按计划,于2015年投产,价格在20万美元左右,而且只生产3000辆,将成为车迷们追捧的目标。 日本汽车制造厂商加紧粘制自动驾驶汽车。 日产这辆样车上装有自动紧急系统,能够分辨和躲避障碍。 日产希望,到2020年,这种系统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50%。 丰田公司试验的汽车安全系统,重点是与其他汽车以及所行驶的道路互动。 这些样车通过感应器和安装在道路上的发射器接收信息,目的也是最大限度的减少交通事故。 在10月的巴黎车展上,从保时捷到日产,各主要厂商全力向注重环保的西欧市场推荐所谓拥有绿色正数的汽车。 日产Piva3引起不少关注。这款零排放概念车,车身长度不足10英尺,转弯半径只有4米,可以在极少的空间内破车和完成U型转弯。 4米,合格示范车和打资格会计划。 5米,合格示范车和itaría与其外书等。 5米,合格示范车和 Ayala在这边 deeds平均取荐。 5米,合格示范车和来自走的塑造。 8米,合格示范车和高达大锦沙打资格会设计划高达大聚。 5米,合格示范车和鱼环几组合。 1米,合格示范车和来自民产,公司资格会讆至少的支持 Verse。 5米,合格示范车和2米的位置此。